这辆小巴开进基隆路地下道 却因为车身过高 车顶与地下道发生差状 导致车顶凹陷 挡风玻璃碎裂 甚至波及到右后方的机车 这起意外发生在9月9号上午 造势的张姓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到地下道有2米高度限制 结果造成这起意外 新一分局交通分队方面说明事发经过 早上70.54分 本辖基隆路汽机车混合车型地下道 往北交通事故案件 初步了解59年次张姓驾驶 迎大特沿基隆路一段 南往北行经前述地下道 一位注意2公尺限高 使路后车顶与地下道插状 导致车顶凹陷 挡风玻璃破裂 驾驶张男脖子扭伤 右手割伤 令车内2名女乘客脸部割伤 3名伤者均送北医治疗 造势碎片亦导致右后方 86年次温姓男驾驶轻微车损 所幸无明显伤势 本分局获报立即派源道场管制地下道出入口 通知脱雕车道场排除及协助交通疏导 检视张男驾急正常 这起事故一度造成塞车 新分局立即派源道场管制地下道出入口 协助疏导交通 并通知脱雕车道场将事故车辆拖走 恢复地下道通行 警方提醒驾驶人 遇到有高度限制的地下道 一定要确认自己驾驶的车辆高度 是否能够顺利通过 如果不遵守交通标志标线职意进入 将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 除以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罚还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您系列的检视方 您系列的检视方 最大的检视方 如您学位的检视方 都会在一起